作词 李宗盛 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虎夫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 这是我们1564机 今天给大家分享传承系列里头的这个人物的话呢 叫做烈火 他是来自于超神系列的里头的女主角 那么呢 这个系列我其实没有看过他的动画片 那大概上网查了一下资料 理论上呢 这款原本G1的玩具的话 它应该是有类似于头领战士的一个设计 头的话呢 应该是可以单独变形的 但是呢 这个玩具呢 却没有致敬到这一点 当然跟动画片里头设定的一些形象 还有一些噱头的话 也都没有继承到 但是 毕竟它是传承系列 各位呢 也就不要较真太多 你就把它想象呢 这个是一个全新的平行宇宙吧 你也可以想象 这个恶狼传说啊 或是龙虎之拳的 这个人物呢 到了KLF里头的话呢 会稍微改变一些人物的形象设定 必杀机会有点不太一样吧 对不对 那这个盒子的话比较特别 它的这个地方 你可以看一下其他传承系列的盒子 这个挂钩的话呢 都是透明的 而且是反折在上面 唯独这一款是这样单独挂的 这个不知道是什么特殊通路才有 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包装盒 如果知道的话呢 可以给大家科普一下 那么由于先前的话呢 已经有给大家分享过 跟它同模具的Alita One Alita还是Alita One 我忘了有没有那个One啊 不管怎么样 你都不会是一号的 你顶多是零号吧 那么这个两者的话呢 除了头顶上面这个小背件 不太一样之外 大部分的零件呢 几乎都是通用 包括武器的部分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把这个武器给拿下来好了 武器拆解下来 我怎么连它的这个上面的 这个警示灯都拿下来了 这个拿下来 各位可以对比一下 其实是同模的 然后透明的武器呢 是所谓的能量精武器 也是这个系列的 自我标榜了不起的设计 了不起 那武器完全是一样的 那这个也是 只是说呢 这个烈火的话呢 它上了一个黑色的漆面 那武器的话呢 挂在车上的话呢 实在是太蠢了 我们就不挂了 不挂了啊 那么以玩具来说 两者在车型状态下 就最明显的差别 当然除了配色之外 就是车顶上的这个小配件 那Alita的这个 很明显就是一个极限的头顶 这个是比较可爱一点 但是这款呢 其实也不仿多了 两者的话呢 其实都还蛮可爱的 如果说你把它当成是 还是一句话 你把它当平行宇宙的话 这两个车体的话呢 变形成女性的这个机器人 其实也不是说很差 那么透明物件的话呢 这只深蓝色的话呢 感觉更加个性一点 然后跟白色的这个车体 反差更大 我觉得好看度的话呢 是会更多一点 那么车尾巴 也都是一样的一个没有车尾灯的涂装 那么呢 它的这个 一样有一个共通的毛病 因为它滚动性很差 基本上轮胎面包全部滚动 Alita也是一样 那绝对不是因为 对不起拿错了 主角是你 绝对不是因为它这个胸部造成拖到地面 它 好了 我们有科学验证的精神 我来告诉你 罪魁祸首不是胸部 不要什么事情都推给胸部 你看你把它两个车子这样靠在一起 你会发现它的轮胎可以滴到 但是胸部之间还有一点点距离 证明什么呢 证明 轮胎比胸部还要突起 所以 车子跑不动 你不能怪胸部拖到地面 对吧 那 罪魁祸首还是这个后轮 你看 这个Alita 这个 它不是锚钉 它在这个轮胎你看 基本上没有什么滚动性 卡得很紧 你看 卡得非常的非常的紧 那同样一颗轮胎 到了这个 一样 没有什么改善 前轮的话 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后轮的话 都跑不太动 所以的话 再次验证一下 对不对 不是胸部的话 是轮胎本身跑不动 然后车体的话 本身也是比较短小 比较可爱一点 我们拿出一个万年 这个被人家拿出来使用的模具 也是白色的警车系 这个应该是救护车吧 是吧 是吗 是吗 是吧 是吗 那不管了 反正虽然不认识这个系列 但是我觉得这个车子比较可爱一点 然后这个模具的话 就白色的这个SizeWipe的一个模具 这个就不特别录一集了 这个模具已经跟大家录过很多次了 那么我们的话呢 就给大家来示范一下它的一个变形过程 首先的话呢 后面的这个轮胎 不是轮胎 这个脚给打开 然后侧边这个地方 把它给松脱开来 然后这里 有一个卡钩是卡进去的 这里打开 这个地方有时候顺便把它拉出来 然后脚就顺势的推到后方去 推过来 把它给卡住 然后呢 这一片啊 原本变成这个车子的一个尾翼的外侧的部件 把它给翻下去 再来的话呢 把这个卡扣啊 从这个地方咬合 它的一个身上咬合的零件很多 包括脚这个地方 它也是这样咬合上去的啊 当然我刚刚不喜欢硬掰 就把他腿给掰开了啊 这个 把他的腿不小心硬掰开了 然后它的这个地方有两个锁口 一个是这个 车侧边跟手臂这里有个卡扣 然后这里把它掰开 然后这里有一个卡扣也是咬进去的啊 顺势推一下就把它打开了 那手就完成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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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松脱了啊 那后方这个部件的话呢 整个的把它给推出去 整个推出去之后 上面这个地方往下折 但是轮啊 但是这个侧边要往上推上去 利用这个灰色的这个连接感 这个部分 把它给往上面推上去 那推的时候的话呢 我是建议把是这样子推上来 啊这样子推啊 从这个方向往上推啊 你不要这个方向推过去 这个方向推过去啊 这个后照镜的话呢 会形成一个干涉 把它往上推 那也就是说呢 把这个车子的两旁往上推 然后整个其他盖子的话呢 是要往下盖的 翻过来之后啊 白色的凸啊 就白人对印尼安人的一个结合 从这个地方扣下去啊 这个外来 外来 算了 外来殖民者的一个侵略啊 然后腰部旋转180度到这边 那它的一个背包这个部分的话呢 其实我个人觉得吧 其实卡得并不是很紧啊 而且它的小秘密啊 没有用的小知识出现了啊 它的这个背包啊 这个部分啊 其实受限于它的一个臀部啊 我最喜欢拍的一个臀部啊 其实它是会干涉到这个地方 所以它会稍微有点抵倒 导致于说上面的背包的话呢 就扣得不是很紧了啊 那这一款的话呢 我觉得它最大的毛病吧 可能也就是在于这个背包的一个部分 稳定度呢 并不是说非常的足够 在这个脚容易去外扒 有时候也是有点小小的一个扫性 那这个地方的话 记得把它扣上去 但是它比较容易去错开 整体关节的紧实度来讲的话呢 我觉得 跟先前的这个Alita的话 我觉得没有什么差别 然后放这个地方啊 这个卡扣啊 把它往上面推一点 它是这里 这一块 一样是一个双动关节 把它往斜上推一点 这样尽量的去把它扣紧一些 那就完成了我们这一次的一个烈火 从车辆到机器人的一个变形过程了 那我们现在呢可以来看到这一款 外表非常非常不幸感的烈火 对非常非常 确实觉得没有什么 嗯就是反正你知道它是个 雨线机器人恐怕是来自于 它的人物介绍 而不是它的一个机器人的一个形象啊 首先呢 它就是看起来就是比较纤细 你说它有胸部嘛 其实也还好而已啊 并不是说 特别的去突出啊 虽然是我是觉得说机器人就机器人嘛 为什么还要做那么多 性别上面的一个区分呢 一点意思都没有啊 什么机娘的都是先摸歪道啊 那它的一个背包的话呢 这个后面这个地方啊 跟这个洞之间的一个结合啊 确实这个就不太清楚啊 是我没有哪没有变形到位 还是什么 我觉得啊 几乎是属于一个非常松松弛的一个状态啊 反正是这个Alita的话呢 它还是有一个基本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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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力度啊 不晓得是问题出在哪里啊 明明你是大嫂 为什么你反而比较紧的 没道理啊 一定是大哥出了问题吧 那么两者的话呢 可以招也简单对比一下吧啊 透过分色的不同 呈现的感觉还是比较不一样啊 甚至我们可以觉得说 我自己觉得说吧 它有点烈火有点少年的感觉 特别是这个面雕啊 其实稍稍有一点中性 那它的眼珠子也是MP10的水蓝色 其实非常的漂亮 但是脸涂成整个是橘色啊 稍微有点点的 嗯 我是一直觉得比较比较比较奇怪一点点 那它上面这里红色 这应该是我个人中奖一点小意气吧 那我们头雕的话 再次做个简单的小对比 而这Elita的头雕确实是做的挺漂亮的 那么身上的一些分色来说 各位可以看一下 我觉得烈火的话更加的中性一点 各位应该能够感觉得出来 是不是这个水蓝色的这个点缀的话呢 让这个家伙的一个性别的一个 呃 明显的程度是有一个稍稍的缩水 那我在想吧 它的这个背包看上去明明就 嗯 好像都是一样 但是我唯一能解释就是这个后面的洞 谁大谁小的问题了 背包 这样看上去啊 那由于是红色吧 你要对比到这个白色的大腿后方 反而显得比较空洞 大家这个都是没有什么 就是随口提提的一些 啊 小比较啊 有时候呢有一些小空洞啊 有时候我们是忽略的不想讲啊 那有些人留言说我们都忽略不提 其实 对啦 我就是忽略不提 那又怎么样呢 因为我个人觉得不是很在乎啊 毕竟本质上它还是个玩具 而且 呃 可能我这一两年来吧 太多事情太忙了啊 做避免金刚的玩具的开箱 已经彻彻底底的变成 是我一种纯粹放松的 一种生活的调味品啊 真的是这样子 那做我开箱影片就纯粹 非常纯粹跟大家交流玩耍而已啊 啊 没有什么其他的就是奢求奢望 没有了啊 能够有人愿意呢 啊 B站上每一集的话呢 啊 还是大概会有几千次的流量 这样子大家愿意跟我啊 就愿意点进来看一下 我觉得也就挺高兴了啊 那如果说你对我的 呃 个人的一些 呃 分享啊 你觉得跟你有所共鸣的话 那你就多追一下 那你说说不想看的退坑也无所谓啊 啊 有人会说呢 啊 为什么我的粉增加的很慢啊 或怎么样 我也我也觉得我也想快一点拿到十万的奖牌啊 但是 没有办法也就增加的速度也就这么多 如果愿意 各位愿意帮我一下 你就 每一集帮我点个赞分享一下 我想还是会有所帮助的 但是也不强求你 甚至你觉得说 啊 不好看你去看别人的节目 其实我觉得都没有关系 因为 人生呢 我说过了啊 看我的节目是你的人生当中的最不重要的事情 如果你发现有其他更好 更重要 更需要你投入的事情 你赶快去做 没有关系啊 反正我的节目呢 除非有一天又被人家到了 到了账号啊 或者是怎么样 不然的话呢 放到B站啊 或者是现在YouTube上面的节目 我是不会下架的 那我顺便提一下 到现在还是有人会私信 在B站上私信我 我说为什么现在看不到我的优酷网啊 我的优酷的账号已经被注销 可能有大半年还是更久一点的时间了 那我不知道为什么 反正它就是 首先它第一波 不明其妙删掉了我1100多集的影片 1100多部里面是那部剑 那我可以理解说你是在 清除一些年代比较久一点的影片 那后来的话慢慢的就把我的 这个整个频道都给注销掉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也不想去追究了 反正就这样 反正也无力回天了 那目前在B站上的更新的话呢 可以说是我的主力的一个战场 但YouTube上面的朋友的话呢 我也没有说就是完全放弃掉 虽然是砍掉重脸 但是我还是会第一时间的话呢 两个战我都是同步更新的 那就谢谢各位这几年来的一个陪伴了 今年又剩下最后两个月了啊 最后两个月 然后呢 今天我又把这个 我又乖乖的这个 这个把把这个钱给淘出去了 就是最新一波SS的 这个什么多罗金丹啊 这些玩具 基本上呢 这两天也都会全部到齐 哎呀 我之前买的玩具都还没开箱开完呢 现在新的又来了啊 那11月的话呢 还有一些漫展的活动 那我有一些小小的一个活动吧 想要进行到时候 我会再抽空 给大家专门录一集来讲一下 那这一集的话呢 聊天的时间可能比玩具开箱的时间 还要更多 那谢谢你看到这边 谢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